Dance Passion 舞動魂 哈囉各位Dance Passion 舞動魂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Rex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Dance Passion 會客室 那我們今天非常非常特別 我們現在在黑池這個地方 就是國標舞的聖地 國標舞的殿堂 在我左手邊的這一位呢 是我們馬來西亞的洛志豪老師 我們兩個在這邊呢 會遇到的是因為我們都同時 來open world 來做評審 那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來做一下訪談 因為我跟羅老師其實我們已經約了好多好多次 但是都 都 你還敢笑 我們都已經落了 落了 約了好多好多次 但是都沒有辦法很完整的錄一次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希望透過頻道 然後把一些老師們的經驗 一些想法呢 傳遞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也能夠有所的收穫 好那我們先歡迎馬來西亞的洛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大家好 我是馬來西亞的洛志豪老師 洛志豪老師你好 就是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我的印象中你是馬來西亞人 但是你跟中國的選手或是教練的關係其實都蠻好的 那是為什麼呢 我在應該說是 06年 那年開始 我就去了中國大陸去學習進修 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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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會想要去中國呢 在06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在馬來西亞比 一公開走 就是已經是馬來西亞的五連冠 五連冠冠軍 就是覺得那邊的那個level沒有很好 沒有很高 其實從小就嚮往說想要往外發展 那麼後面呢就是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就有往外就想說來英國或者去別的地方 對 但是後面就覺得說 可能對外面的老師還是不是特別的熟寫 然後剛好在05還是06年 應該是05年那一年開始 就中國大陸那邊 我就看到有一些好的選手進入的英國黑池的決賽 比如說陸寧跟薇薇他們拿了21歲的冠軍 然後楊超彈一靈拿了摩登21歲的冠軍 就發現其實中國也很不錯 然後畢竟也還是華人嘛 所以就會覺得說可能去中國的話會比較 沒有語言上的狗狗的障礙 對沒有語言上的一個問題 就覺得說可能華人跟華人之間比較好去接受對方 雖然我覺得說講英文我也可以跟英國老師去溝通 因為英文畢竟也是OK 但是還是會覺得說有一點點的代溝 因為覺得說可能他們 畢竟不是母語系 對不是母語系 然後他們覺得說好像說亞洲人好像 我就會有點覺得說他們也不怎麼理你 因為當時都沒有什麼電話那種 對手機啊 我們都是用E-mail 然後有時候等他們回覆 等幾個月才回覆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就要去英國的時候 我就找一個Peter Maxwell上課 他也沒有E-mail 還沒有E-mail 人家都用E-mail 他沒有E-mail 我是用傳真的 我要跟他上課 對以前都是傳真的 對我剛剛用傳真的 然後我傳真的時候 他說我就傳真給他說我要跟你約課 然後他就 回了十個問題問我 他問我什麼 你幾歲 你跳什麼主別 然後你是跳拉丁 跳摩登 然後你老師是誰 然後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問了十個問題 我寫完回合給他之後 他才排課給我 對啊 對啊 所以我當初也是就是 第一次來英國的時候 也是經過E-mail 然後也是用了 好像也是用了傳證 去訂 Sandy旁邊那個房間 Roger 對 所以其實當時就是 在聯繫方面也蠻困難的 所以就覺得說 在英國還是有點難 然後後面我就有去找了一些中國的 當時我就 在新加坡碰到 威威跟露寧他們去比賽 然後我就問了一問他們 然後他們就 稍微介紹了一下 所以當初我 應該是05年 那一年 我就開始年底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中國大陸 去廣州 去北京 去上海 每一家院校走一遍 去找成彬老師 全部走偏了一遍 走了一遍 找了各個老師 但是每個老師都說 我的年齡可能太大了 因為當時已經是 大學畢業已經25歲 那專業院校基本上都是還在 十幾歲 十七八歲的時候 他們都說 不太合適去學校 都是說去深圳比較好 所以當時就去了深圳 你是去深圳 我也有去廣州 當時在深圳那邊待了一段時間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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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真的是就是 感覺就是一個流浪的 流浪的舞者 沒人管的那種 到處去問 有沒有認識的一個女生 可以試搭手 可以試搭手 那你很堅持 半年的時間就這樣 對 當時真的很艱難 因為當時也沒有收入 因為你也不認識任何人 所以半年時間 我記得那時候挺 挺苦的 挺苦的 然後就住了一個很小的房間 就買個床墊了 買個衣架 衣架 架子這樣就這樣放 然後買個熱水壺 就這樣過了半年 你就這樣可以過半年 就在很小的空間 那你因為你在那邊也沒課教嘛 所以那你平常就是去幹嘛 練舞 我就去練舞 因為當時候 我有認識香港的一個朋友 因為當時也是在英國認識的 一起來學習 然後他就介紹了一些 香港的跳舞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他們朋友之間 就稍微介紹一兩個學生 所以我偶爾有時候 就一週 就去一天從 從深圳 那個時候從深圳過香港 深圳過香港就為了 跳那一碗的我 就賺一點點錢 然後就很艱難 我記得有一兩次是 艱難到就是我真的卡上沒錢 沒錢 然後我就是坐在銀行那邊 然後發信息 不是發信息 那時候手機還沒有那麼厲害 那時候是用什麼 用卡 IDD Call 那種卡 卡 就是你要買那種卡 一百塊錢 人民幣 然後呢 去用公共電話 這樣去打國際電話 我知道 電話卡 電話卡 那種 所以就很貴 然後也只能跟我媽媽講 就是你要轉帳 我現在沒有錢 然後就在銀行那邊 坐了半個小時 然後就用卡去滴 錢還沒進 還沒進 還在等 就是當時候就是覺得特別特別的艱難 特別難受 對 然後後面就是 我回馬來西亞的時候呢 馬來西亞的會長就跟我說 讓我去找銀威東跟龍為民 因為他們 他介紹你們去 對他介紹我去 當時沒有去到廣州找老師 我就是直接在香港 銀老師的香港的教室 跟他們上了課 然後 當時因為我去了很多家中國的院校 後面我跟銀老師跟龍老師上了小課之後呢 我也跟銀老師跟龍老師聊 就說 希望他們可以幫我想想辦法 看可以怎麼樣去幫我的舞蹈 去進步 還是可以繼續穩定下來 因為當時我媽媽就跟我說 必須要去學校 不可以這樣子流浪 我當時說我不想去學校 因為我覺得很大的 我還去學校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面龍老師就跟我聊了很多 因為我去了很多院校的老師 跟我聊的最多就是龍老師跟銀老師 所以他們的熱情 給我感覺他們歡迎我 所以我當時就直接決定 就去龍老師的學校 去龍老師跟銀老師那邊 那你去那邊學校的時候 也是從一開始開始學嗎 還是說 因為你年紀跟他們已經差很多了 對 所以我一進去就是進修兩年 進修兩年 就是當時的進修的課程 跟現在我不太確定有多 有什麼不一樣 應該是有不一樣 當時我的進修是我什麼課都可以上 我可以上很小孩的課 我可以上 我可以上 中專的課 我也可以上大專的課 只要我是願業 我有時間 因為我都是住宿社 對 我什麼課都可以上 都可以上 所以我就很努力 只要有時間我就上一整天的課 因為他們小孩子還是有文化課 對 那麼我就是 他們有什麼 有專業課 我就直接插進去 就直接插進去上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其實我對於大陸那邊就是 中國那邊他們怎麼樣發展 他們的訓練的方式 比如說他們一整天的課表 大概會是怎麼樣 當然現在我不曉得 但是你那個時候 我對於他們如何能夠很快速的把小孩子 因為比如說小孩子或是選手 帶到一個level 我覺得他們有他們一套的那種想法跟做法 那他們的課表大概都是怎麼樣安排 早上起來 他們小孩子一般早上起來就是有成練 成練之後就是 他們會成跑嗎 成練呢 可能是一些運動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肌肉的訓練 要不然有時候就是跑步 要不然就是 跳舞 有時候會是跳舞 就是看情況 反正成練一定會有那段時間是需要有斷練的 大概多久 以前我們一般都是45分鐘 成練45分鐘 45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他們就大概好像有半個多小時時間吃早餐 然後準備上課 然後他們就是一天下來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就是文化課 要不然就是專一課 拉丁或摩頓課 其餘的比如說像芭蕾 現代課 現代舞 或者是以前是我那個時候是有街舞的課 有街舞的課 對就是這些額外的就是協助他們的協調性 或是能力性 後面是也有彈志工 彈志工 對 那他們就是文化課 然後專業課 那晚上還有晚練 晚上還有晚練 所以後面是他們上課之後呢 然後他們就午休 午休大概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他們可以休息可以吃飯 可以午休睡覺 然後後面就是大概兩點兩點半開始 就又開始上課 上到五六點鐘然後就吃飯 然後晚上七點半 七點半 八點我忘記了太久了 我離開中國太久了 就是 開始晚練 最開始晚練 一般都是會有兩個小時 晚練到哇賽 每一晚都有晚練 就除了星期天是自由的 除了星期天是自由的 所以其實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就累積了很大量的練習時速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每一個舞者都必須要去有的啦 如果你今天想要進步起來的話 你就算你拿到了很好的技巧但是你不練 基本上那個是沒有辦法看到成效的 那後來你離開學校完之後 你沒有留在中國發展 你反而選擇回到馬來西亞 對 因為當時我進修了兩年之後呢 龍老師英老師又留我下來當專業老師 那時候我當了專業老師之後呢 也不只是當專業老師 因為畢竟我的年級比較大 我可以說龍老師英老師會覺得我的那種 用途比較多 也不是用 可以說是用途吧 多功能 對對對 就可能也是講說 因為可能我人也比較有責任感 因為我也比較大一點 畢竟可能我自己本人也就是比較 你比較有責任感 比較 你們做事蠻嚴謹的 我比較嚴謹然後比較 對 要求很高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要知道跳舞的小孩子 你處女座是不是 十個 我不是處女座 好好 然後被攻擊 很多人都覺得我是處女座 但我不是 就 因為小孩 跳舞的小孩一般都會比較調皮 對 所以很多時候 就 比較沒辦法靜下來 對沒辦法靜下來 所以後面 我們老師有請了一些紀檢的老師 人家是覺得說 紀檢 就是紀律的 顧他們的紀律的 紀律老師 然後我就變成主管 因為很多小孩子都 遠遠看到我都會怕 很兇 對 因為很兇 然後 所以就太多事情了 因為又當班主任 又當專業老師 然後又當紀檢的主管 就 太多工作 就後面 跳下跳下就覺得 後面覺得 反正是工作太多 嗯 沒辦法專心跳舞 舞蹈就 沒辦法去專心 對 就 就已經 偏離了我原本去大陸的那個 想法 就是本來就想要把舞蹈 把舞跳好 把舞跳好 結果後面變成是工作 然後沒有 沒有把舞蹈拉起來 所以你後來選擇回到馬來西亞的時候是 你是希望把你的一些舞蹈技巧帶回到馬來西亞去做推廣嗎 還是單純就是 其實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回馬來西亞 是嗎 因為是 主要是想要繼續 跳舞 想繼續舞蹈 繼續我的舞蹈的生涯 所以才離開的中國 那時候有 到處去找舞伴 就是 有 有去美國 有去丹麥 有去 有去了好幾個國家 去四樓半 去四樓半 然後 後面在馬來西亞待了一段時間 然後 我當時的一個義大利的老師 他就介紹了一個義大利的女孩子給我 當時是 去了義大利 一段時間 留在義大利 一段時間 然後後面因為舞伴還是不合適 所以就還是回來了 然後回來之後呢 就 就因為 我們這個舞蹈畢竟還是需要很多錢 對 所以我當時就是還是覺得說 先 交多一點課 因為畢竟我去到義大利的時候 我也是沒掙錢的 反正是我把我的舞伴 那個義大利舞伴帶回馬來西亞的時候呢 我 他要有的掙錢 我 我掙錢同時他也掙錢 但我去義大利的時候是 他還有的掙錢 他還有的掙錢 我沒得掙錢 所以就覺得 就那個有一點比例不太一樣 所以當時就是 你在馬來西亞一段時間呢 先沒有早午半 就是 先穩定一點 就是讓我的經濟的來源先穩定一點 所以後面穩定穩定一下 就覺得好像越來越多學生 因為當時我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每一年的 暑假寒假回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都會去教一教課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馬來西亞的 老師或學生 他們是想跟我學 想跟我學跳舞的 所以我就 當時就留下來了 就是稍微叫了一下 然後後面又往外跑了一下這樣子 但是後面覺得說 跳下跳下 還是覺得說 找國外的人 還是覺得亞洲人會擔心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比如說我當時找了一個丹麥女孩子 本來是講要跳了 但是他們那邊就覺得好像是比較偏提尾的 提尾的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不太合適 對 然後又回來了 然後就覺得這樣遮探來遮探去 那倒不如就在馬來西亞找一個舞伴 對 所以當時剛剛有一個女孩子跳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跟馬來西亞女孩子跳了一年這樣子 因為跳了那一整年就穩定了好多 學生 好多學生 所以就 就因為這樣子 我能不能說講錯就錯 就直接變成留在馬來西亞 誤打誤撞 誤打誤撞 對 我覺得就留在馬來西亞 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一次我想說 你既然已經 反正你就已經留在馬來西亞了 看到我影片的同學們 然後如果你們有想要在馬來西亞 基隆坡是吧 基隆坡 也在基隆坡 想要學跳舞 拉丁舞可以 摩登舞 摩登舞 我不教 他不教 我會跳不教 會跳不教 那就是如果有想要的話也可以 也可以跟我聯繫 就是我把那個洛老師的教師的地址 放在我們的資訊欄上面 那我現在講說 這一次我們兩個 一起來了 The Open World 當評審 因為我們當評審 也不是只有評判而已嘛 我們一定還是有一些想法 就比如說 比較嘛 沒有辦法比賽就是 比賽就是比較嘛 那 在這個地方 你既然已經在馬來西亞開教室 然後當老師 那你覺得 就講比較嚴肅一點 或比較直接一點 就是你覺得 你想要給馬來西亞的選手什麼樣的建議